黑紙臨日欺慎,香港賺食很艱難 一張大頭相,加兩個大字 一星期一張,一張一蚊 黑紙不只是一蚊? 一向都是一蚊 加價就怪怪地,兩蚊,很硬硬 黑紙這一張雜誌 創辦人臨日欺斬釘折鐵地說 可見將來都不會加價 純粹是因為覺得加價就不是黑紙 正正因為定位獨特 加上有不少明星助陣 不只成功吸引到一群讀者群 半年前吸引漫畫媒體入股 不過林日欺透露 雖然黑紙未賺錢,自己只是想寫字 即使沒有漫畫入股 都足夠支持營運 至於找不找到來吃 林日欺借朋友的一句 香港發財很容易,賺食很艱難解釋 好圓了吧?等他自己解釋吧 炒樓、炒股票很容易發財 所以不只是我做的事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在做的事 是在賺食的事 或者在做自己興趣的事 你跟他說發財是另一個議題 不需要說 大家知道當然不可以 但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找到食,叫做找到食的意思 我不用黑食 又不是很窮的生活,這樣數 盤生意又沒錢賺,又死不加價 這些叫什麼?叫型囉! 男子朋友